而建議安排下之法定期限 選舉登記主任 在提出申索反對的法定期限 戒滿後盡快向審裁官 遞交有關通知書 看審裁官有更多時間去聆訊 以及以書面形式處理申索和反對 挺好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當你去篩選這個候選人的時候 那個選舉主任連問人都免費 上次周庭被你們篩選的時候 都問一下 今次劉小麗問都不問 而且還是在一個法庭的判令下 就是說你如果要篩選別人的時候 麻煩你問一下別人 這個馮華就是法官來的 他也是選管的頭 這樣也可以的 陳先生 你有什麼法治啊 第二 你用這個選舉主任去界定人家 是不是擁護基本法和效忠 那就是等於找個婚姻註冊官去還兩夫妻 到底是不是擁護婚姻制度和真心相愛 你值嗎 是不是 叫個保安攔住我們立法會的議員上班 說認不到張國均 張國均拿個身份證出來都不說不是嗎 說張國均打老婆不讓他進來嗎 不行的嘛 第三個的說法 就是你現在這個特區政府隨時可以不讓人選 根據基本法 我們有選舉就被選舉權 DQ議員就把選舉結果改變 DQ候選人就是篩選候選人 就是令到選民沒辦法去選一個他想選的人 這個根本就是錯的 還有一個 這個有一個叫陳凱恩 陳凱恩5號 他說他無黨無派 他撐DQ議員撐錢下海 無黨無派不是 好像是保皇黨和風派 阿哥說完了張國均 他不是你那個黨的嘛 是不是 他以前是做官的嘛 和高永文 他兩個都是無恥 要麼就是無能 無能就被林鄭炒 炒了之後 不知道羞恥還要出來獻世 要麼就不滿意林鄭 但是又不做事 現在才出來說做議員幫人 陳肇始升了做局長 那這個陳凱恩做副局長 可以嗎 又無恥又無能 還可以說要為香港人做事 突破界限 突破無恥的界限 10月25日 西九選民出來打敗他 好下一位 請坐到他 請坐到他 早點 請坐到腹 宣要 他請坐到他 圍衃 Y匹 是 確假的 請坐到他